他来了他来了 江德福跳舞的片段 董洁和李光杰二人的眼神交流 还是非常有戏和交流感的 而董洁出演的安洁 从前期有些矜持的大小姐 到后期得知 丈夫在岛上的处境 毅然决然地 要带着孩子去陪伴她的时候 情绪的表达 与人物的心境变化 都足以打动观众 加上董洁的颜值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点 所以毋庸置疑 好肯定是好的 有不少观众 在看了之后都表示 董洁虽然这些年的口碑差了些 作品方面也弱了很多 更没有什么热度和人气了 特别是在潘月明翻红后 董洁更是一度被网友拉出来 进行再次批评 但其实 他的颜值和演技 的确都还是不错的 这就有些让观众为难了 不知道是该支持 还是不该支持 总结下来 如今的董洁 董洁在圈中 没什么存在感 有了作品 也没有很高的关注度 而潘月明 倒是凭借一部 白夜追凶成为了 众所周知的 实力派演员 而且象征了 作品的质量与演技 前不久 董洁主演的作品 奥门人家开播了 但开播后的水花 实在是太小了 董洁在其中的表现 可圈可点 但作品 终究还是扑了 不过这些年圈中 翻红的女艺人很多 董洁或许也有这个希望吧 有网友传出一份 浪姐2的节目嘉宾名单 在其中看到了董洁的名字 不知道她最后会不会去参加 作为一个女艺人来说 董洁的气质好 颜值也不错 还会跳舞 而浪姐这档节目的热度 大家应该也不用多说了 第一季让 那么多姐姐都翻红了 大家也一定是 非常关注和期待的 只是不知道凭借董洁 目前在圈中的口碑 和人气来看 会不会影响 她参加这档节目 加上目前还没有官宣 董洁到底会不会参加 还不得而知 只能够说 如果她真的参加了浪姐2 而且在其中 表现还不错的话 不知道大家还愿 不愿意重新接受她 喜欢她呢 要知道 之前很多网友都说 希望李小璐参加这档节目 但最后 还是没有参加成 李小璐的情况 和当年的董洁 应该是差不多的 如果董洁 能够参加的话 说明时间 真的可以解决一切 而且董洁之前还参加了 妈妈是超人的综艺节目 反响还不错 大家对她 甚至还有些好感 认为她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总而言之 董洁是一个 让大家又爱又恨的女艺人 爱的是她的气质 的确很出众 曾经也塑造了 一些经典角色 恨的是确实有些行为 太不应该 目前来看 她会不会参加浪姐2 不得而知 但如果她真的 有机会翻红的话 大家愿意接受吗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